我是Joey Co 每天早上准时跟你说早安 欢迎收听Coco早餐 时间是8点05分56秒 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继续的为各位所介绍的是全球快递购 昨天地震有苦苦吗 没有 发生地震的时候你怎么办 这设计呢 你有跟你老婆说 救我救我 那起来尿尿啊 正起来尿尿 那你老婆有啪啪吗 没有她没有睡醒 真的吗 昨天是有两次地震 对啊 为什么我只有感觉一次 时间还蛮长的 我感觉那一次不晓得是几点会忘 因为我懒得看几点又睡着了 好像第二次三点比较重 我不清楚 我也没看时间 你们家会摇摇摇摇摇摇 会很严重 还是 不过我家在三楼 三楼还好 我们家四楼其实还是有摇摇 可是我们家小狗都没有被震行 好奇怪 所以还好 你没有哭哭 不严重 好像没有什么 他没有上下震 只有左右晃 对对对 所以没有宅 但是大家心里应该 那今天早上又下雨成这样子 对对对 风雨故人来 等一下我们要投论好几个年轻人 今天有好多问题可以讨论 而且可以请博士级的郭正亮来介绍一下 第一联合报的最新的民调 永远维持现状 篡新高 这个我明天有一个comment会发表 他有邀请我写个 联合报 对啊 就是这个 这个民调是每年做一次 我知道 对 那我要讨论的是 马英九说维持现状是他的维持现状 可是我的感觉维持现状是318学域以后 1129以后的维持现状 其实我要看西部民调了 对我知道 所以这个我们第一个讨论 这个纷争 因为总统府已经发言了说 这个是马英九的维持现状 表示他有政绩 那第二呢 就是今天的联合报的社论呢 有一句话叫做 马总统还在意他的历史评价吗 这个全部的内容意思是 为了要救国民党 不至于崩盘 衰退到极致 意思是叫他跟王金平和解 意思是这样 那我只有一个疑问 那你们联合报为什么 那个时候 初选的时候 你们用了一篇社论叫做 国民党提名 王金平就王党 腾州共济 对啊 那都我朋友啊 赵北 不好意思多讲 不好意思讲 呛辣的话 第三第四要谈的是 戴基权跟陈维廷 马上回来 还有今天有个苹果日报的民调 我觉得差太多了吧 二十八比十四 红秀珠二十八 那红秀珠就可以 今天可以放鞭炮了 选上来 再过一阵子啊 就气饱了 不就选上了 你们蔡英文小心了 我苹果的民调常常会很戏剧化了 蔡英文小心呀 他也有一阵子出现红秀珠大赢小赢呢 你忘记了吗 有吗 有有有 这红秀珠刚出来了一阵子 大赢哦 红秀珠叫人家下地狱 所以我是觉得台湾指标明教 因为他叫人家下地狱 所以很多人吓得赶快支持他 免得被他诅咒下地狱 台湾指标跟TVBS比较接近事实了 两个人在麻花撞 对我觉得指标民调做的也很好 麻花撞 麻花撞 那但是宋楚瑜受这个阅兵的影响是事实吗 到现在还没有解脱 但他很降耶 他觉得他没做错事 他不不面对吗 他说这是交流耶 我交流你也要出来讲吗 我实在有点生气 我已经觉得 这个已经不只是两岸问题了 还有两话不一致 哦真的哦 那因为昨天我跟游文雄同台吗 那他很客气 每次我批评这件事 他都说尊重 他私下说难道两岸不要交流吗 我说鬼哦 两岸交流要靠你们家那个去参加阅兵吗 对不对 交流不一定要去阅兵啊 对啊 8点15分16秒 马上回来咯 郭正亮在现场 全球快递Go 8点18分53秒 来我们第一时间 第一个主题 请耶鲁大学毕业的郭正亮博士 来帮我们分析今天联合报的两岸关系大调查 支持维持现状 大增八个百分点 对高达五成五永远维持现状 篡新高 那这个你说这是联合报一年做一次的 他今年是第六年 帮我们解读 我事实上每年都有帮他写了 对啊 所以我是长期观察 那今年最大的改变是缓毒跟极毒的人都下降 那我觉得跟蔡英文 维持现状有关 非常有关 就是缓毒跟极毒的人跑到维持现状 那极统的人还也很少啊 跟以前差不多 对不对 跟以前差不多 对 那个并没有改变 你说缓毒跟极毒的人变成永远维持现状 对对对 永远维持现状 就是中华民国主权独立派 你可以这样说了 或者说中华民国保台了 他还是会有个台湾概念 他还是会有个台湾概念 对 可能叫中华民国台湾派了 现在很多人反正就是中华民国 就是台湾嘛 就是台湾嘛 对对对 是这个意思 为什么会发展成这样呢 我觉得是因为大家也 因为里面还有另外一个调查了 就他有六成的人认为中国崛起是个事实了 然后中国未来一定会成为强国嘛 那这也是两岸的现实之一啊 那这里面还有 大陆成为世界最强盛国家的比率 由去年的两成九增加到三成二 是吗 好 然后 那个大陆崛起之后跟台湾的关系 那大部分的人还是认为对台湾有利 那当然担心的也有百分之三十几了 那这里面当然那个缓毒或极毒的认为 对台湾不利的超过四成 对 那这些人事实上可能就会变成未来小英推动两岸政策的障碍 你知道我的意思 西部分析里面 西部分析里面 他说是主张缓毒或 但是主张缓毒或极毒的人呢 比率很低啊 那其中有四成担忧大国的大陆国立 对可是你是看总比例啦 对啊 可是那群人 低很低啊 可是那群人是 声音比较大你的意思啊 而且是民进党的核心支持者啊 好吧 所以 极毒的 极毒的很少啦 缓毒不小啦 极毒加缓毒 我的印象中 28 加起来对啦 对啦 28里的四成是百分之十而已嘛 对啊 可是问题是他们都是支持民进党啦 所以你认为 这个对蔡英文来讲会有压力 当然会有压力啊 然后他也看到另外一个现象啊 太阳花的影响 20到29岁的年轻世代 愿意赴大陆就业的比例创新低 这很奇怪 可是30到39岁的青壮世代 愿意赴大陆就业的比例创新高 那这个就很诡异了 对 这个刚好显示出 台湾的政治跟经济的流向之间发生落差了 嗯 对 就是政治上对大陆负面印象越来越大 对 那可是台湾经济真的在恶化 啊 所以30到39岁 他等于是就业一阵子了嘛 嗯 那他要求更大的空间啊 他薪水要增加 他在台湾找不到 工作要 这个阶级要提高 对对 然后他在台湾没有找到机会 对 所以他就愿意去大陆冒险这样 嗯 好 这个也是一个比较明显的两个明显不一样嘛 嗯 然后对大陆政府的认知啊 嗯 正面的印象只剩下10% 嗯 我我记得去年大概是20级哦 对 正面正面印象 嗯 那我觉得这个是一连串事件造成的 对阅兵有很大的原因吧 阅兵是最近的 不止了 不止了 就习近平上任 就习近平上任之后 反而我们对大陆的 不因为他真的强势 不友好的形象有增加 然后东海南海也不断发生冲突 嗯 然后持负面印象对大陆政府啊 嗯 去年我的印象大概是50出头 嗯 那今年是61 嗯 很高耶 很高啊 嗯 没有错啊 所以这个会影响 这个会反映在选票上 我觉得这里面增加的比例可能都是年轻人了 那这就是大陆的问题耶 是说现在为什么外省第一代的那个像红秀柱这种 红秀柱算是1.5代了啊 就是像红秀柱像拱继像同舟啊 什么这些人 他们很焦虑的原因耶 他们跟20到29岁完全脱节 完全不一样 完全脱节 嗯 那台湾的20到29岁确实这个是主流了 那反中的那个 他们其实是反中共 但是我觉得他们对交流对于台湾跟中国之间的互动关系的正常性 其实他们还接纳的 其实对大陆人民啊 我不是政府是人民啊 那个负面印象其实比例都差不多 嗯 并没有特别提高了 对 那第一名还是一样 通通都是这一个啦 啊 就是没水准不文明 都是这个印象啦 那这跟各国的观光是一样的 对 各国也都是这个印象 他们观光客所造成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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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交流事实上也造成了负面的印象 对 可是主要是说政治性的 对 就是对政府的印象是在急剧变差了 所以啊 这个129万的首头组啊 明年嘛 嗯 首头组是讲总统的 那个年轻啊 对不对 嗯 更领心 那这些人啊 如果涌出来 就是四年来增加投票权的啦 对呀 涌出来投票 那这个国民党就完蛋了 是啊 他可以抵消台商的这个票耶 台商回来投票 我看也会大幅降低了 哦 因为上次大概有二十几万人 好 那这个联合报的这个民调啊 那嗯 其实他这个民调很真实哦 你觉得他做的 因为五年来做的很接近哦 他有一千多个成功受访 有八百多个聚访啊 访问的时候聚访率这么高啊 不因为他的题 他的问卷蛮长的 大家烂得回答 对 他问卷真的蛮长的 但是你认为联合报这个民调是可以作为两党 因为他 各个党都应该 他五六年来做的其实基调都蛮一致的 那现在总统府说 这表示马英九总统的七年现状的执政的政策 人民是支持的 第二呢 嗯 绿营的人说民进党两岸论述 建获信任 那呢 红阵营是说 这样子呢 更需要签订和平协定 这跟和平协定有什么关系呢 他说民众啊 因为因为对于两岸 这看起来民众对两岸军事经贸外交关系 仍然有 我跟你讲 那个维持现状 马英九常常来吃蔡英文的豆腐 好像说他的经贸政策 所有的政策都是现状 对 事实上蔡英文的维持现状只有在处理定位问题 对啊 就政治啦 就中华民国建政架构 就只有这个部分 其他事实上大家都是有意见 马英九哼啪啪啪的 就说维持现状就是我做的很好 我刚刚又漏掉一个东西 对 认为两岸经贸处于竞争状态的 高度竞争是41% 然后既竞争又合作的有30% 所以有竞争成分的现在已经高达七成多 对 那我们的人民很聪明 比那个马政府的官员聪明100倍 对啊 所以你 然后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很奇怪 因为他这样就是要把他所有的两岸政策都纳进来 都是现状 对 那事实上老百姓不是这样认知的 就是马总统啊 马政府或是马总统府的人不要这样那边自欺欺人好不好 这个所谓的现状那你又认为现状是 然后而且有细节嘛 细节就是蔡英文的维持现状事实上只有针对中华民国定位 对 那其他就是你经贸造成分配不均嘛 对 然后确实大陆对台湾的敌对越来越明显 对 那这两个都是事实 那外交又围堵我们 是啊 然后我们对中国大陆人民的观感一直停留在观光客的感受 然后那个军事的紧张跟外交的紧张都在上升 对 这个都是事实 对 而且联合报他连续做好几年都是这样 就是最重要的是我们两岸关系在2008年以后有九二共识 一中各表 但是军事跟这个外交上面的是关系是紧张的 然后财经上的竞争是越来越激烈 对我们越来越压力很大的 越来越高 这才叫现状吗 现状啊 对啊 好 那这个对于蔡英文来讲是竞选上有什么样的应对策略的优势跟弱势呢 我们进一段广告马上回来 欢迎收听coco早餐 全球快递go 好 8点33分16秒 我是周玉寇 全球快递go 我们刚才针对今天联合报所公布的年度的两岸 台湾人民对于这个关系之间的一个大调查 这是一个蛮重要的调查 对 因为它是从老百姓的认知这个角度 那我们刚才已经解读过了 那你认为这个对蔡英文的选情当然是很有帮助 因为几乎蔡英文的两岸关系的定位 跟他的某种这个一个一个角色的规范 那好像跟现在的民意其实是主流式相符合的 对台湾跟两岸的定位 基本上他是主流 可是就说台湾的政治跟经济的矛盾是存在的 对 就说他人家攻击他说 如果说你这样的话那两岸难道不要进行经贸关系了吗 你要锁国了吗 他当然不是这样子 他不是这样 但是他怎么找到平衡点 不容易 我坦白讲很不容易 对呀 今天旺报说 我不知道旺报为什么这样说 他的标题叫做 欧习会廖江提九二共识 那个是习近平会跟欧巴马讲 欧巴马不会跟他签一个合约 不可能 第四公报 中美关系对台湾的共识是要九二共识 不可能 主题也不是台湾 那我问你 习欧会为什么连李前总统昨天都还说要小心一点 李前总统是说520之前 就是小英一月当选到五月就任 他会吓我们 不知道马英九会干什么事吗 他也说对方会打飞弹 他就是说不知道马英九会做什么事 那小英因为那个时候如果已经当选 那可能会去阻止 那就不知道两岸要发生什么变数 坦白讲明年一月到五月 才是台湾的危急期 很严峻 很严峻 因为你如果没处理好 两会交流可能会中断 这可能性是存在的 好那一月十六号以前按照这个永远维持现状 篡新高 对 这看起来就是洪秀柱根本不在民意主流上 本来就不是 好那为什么他没有人要处理一种同标 对 当然了 可是他蔡英文面对的问题不是定位了 他面对的是台湾的经济在恶化 你觉得他是经济恶化 然后又不能不跟大陆维持一个 比如说这里面 ECFA的关系对不对 ECFA事实上还没有签完 货帽还没谈 我知道啊 还有福帽货帽 那大陆会不会跟你谈货帽 福帽不一定会继续谈 货帽对于台湾的很多大型的企业来讲比较重要了 而且会联动到后面的RCEP 对对对 对啊 那大陆会不会跟你谈 这个当然 如果说你觉得你政治处理上面不合我意 我就跟你搞四年空窗期 有可能 可是大陆这样对他也不一定有利了 对 所以就是说 大陆也要去重新思考他的利益是什么 那蔡英文要去参加国庆 而且我认为这个对浅栏跟中间选民要投给蔡英文是非常好的一个 而且不只他去 党团也要去 民进党应该所有立委都要去 民党中央都要去 搞不好县市长也会去 县市长不是有些人说在地方 在地方举行 对了 那我觉得这是一个 其实这个是年轻世代 就所谓的天然独啊 或是1970年以后出生的台湾人 因为他们慢慢变成中流砥柱嘛 他们的一个 我们的这个世代的一个基本的共识了吧 就是你说的中华民国保台论嘛 其实这个就叫法理上中华民国 那现实上是台湾人嘛 对就是这样嘛 那可是这两个之间当然对真的独派来讲是有矛盾的啦 那独派就永远就叫你就提倡你自己的独派 如果你有一天公投你可以胜利就胜利 你不可以生气啊 他还是会生气啊 那你生气呢 因为中华民国法里有暧昧之处 我知道就不要冒不要暴力啊 那就不管了 这个大概有10%按照今天的这个 那统派也有10%啊 没有没有没有 10是总选票 统派尽快统一是4% 是吧 对啊 然后线维持现状再统一 那那个那个意思 环统跟几统是13% 缓毒跟几毒是28% 对啊 那差很多啊 对 那差很多啊 所以现在的主流民意就在1970年的这些小孩子身上 他一生下来这个国家叫中华民国 他是台湾人 然后他唱的国歌有两个 不是1970吧 现在2015了耶 1970年以后出生的 不止了 更晚一点 就退出联合国的 1980年以后 80了对了 反正就是有两个国歌 两个国 两个国旗的 两个对啊 我们有两个国歌 两个国旗耶 是啊 好可怜的 是啊 那好 这个是今天可以 所以你明天会有一篇文章 对对对对 他邀请四个人写吧 请大家拜读联合报 好 你怎么看今天的社论联合报 马总统还在意他的历史评价吗 联合报每次在这种关键大选上 就会表现出他的政治立场 焦虑的统派 完全是为政治服务的 尤其是社论 对啊 他的竹笔是很政治的 他竹笔以前不是这样 年轻的时候不是这样 你知道以前拱绩啊 那个时候李登辉刚上任 我们都是遵从宪法 副总统接任 然后沈昌焕被李登辉给fire掉 你记不记得 那个时候拱绩是赞美的 现在怎么拱绩 他现在就是担心台湾国民党会变太弱了 然后就他大概也不会认为蔡英文会落选了 这红秀柱已经无望 我想他们也还是有这个现实 他们认为国民党太弱 台湾就往同独立的方式走 他们就完全没有机会了啦 他们还想捅吗 也不叫捅啊 就说他认为台湾这个国民党这个声音非常重要 我觉得他们是中华文化焦虑派耶 那也需要国民党 国民党什么时候有中华文化过 像洪秀柱这种叫人家下地狱的人 叫做中华文化嘛 不至少是中国广义的概念 对啦 就是觉得自己还是个中华民族啦 对对对对 这一种概念 这种人 很多外省第一代几乎都是 好然后他今天色论基人 就是呼吁跟王金平做整合嘛 简单讲 那我觉得联合报啊 那些哥哥姐姐们 你们那个上次把人家这个洪秀柱拱出来 就是你们那个拱记干的好事呀 而且骂王金平骂了跟狗血 对啊 说人家提名王金平会亡党 对 所以那个时候才把洪秀柱那个什么柱柱旋风给搞起来 这洪秀柱之所以初选提名成功 跟联合报那个拱记那一篇文章有很大的关系 当然是 然后你现在回过团骂马英九叫他提名王金平呢 不分区啦 对啊 王金平会那么的没格调吗 那篇文章真的是动员了黄复兴啊 他不止他动员了整个联合报信 中国报信 整个中国时报信 然后也动员了这个整个的那个马英九啊 当然那篇文章我看也是 大概就是马英九的立场 他如果不是写那篇文章 然后朱立伦如果强势一点 那就推了王金平了 现在选举不是这个样子啦 王金平就领表啦 这个要怪王金平朱立伦吧 我知道 但是问题是一个报纸 他可以前后这样子吗 我真的觉得你们报纸是人做的耶 报纸不是只做的耶 我就觉得 令人生气耶 这个报纸 还有没有说第一名呢 如果还主张王金平要提第一名 那就更可笑了 提王金平不提第一名 提第几名啊 第十名吗 像那个李明贤说的 李明贤说 哎很可能提王金平十二名 让他好好服血 这不太可能吧 不可能 我认为王金平会不会答应 还不知道了 我认为王金平不应该答应 王金平答应 你算了吧 就是阳春 下辈子你就不要做人了 而且是阳春立伟 对啊 我们进一段广告会来看 戴基权跟陈维廷 陈维廷的休学很可惜吗 陈维廷那个应该 应该不是一个意外啦 这个事实上 亲大事业人所跟那关系 是非常好的 我觉得陈维廷把英文念好一点 还是到美国去念个书 或者是说 他们上次播会员 有没有请他们到美国去啊 陈维帆跟那个 那个是去大陆 是美国做演讲啦 做演讲不行啦 那跟华人做演讲 他应该到美国的耶鲁大学 哈佛大学 或者是就这两个学校 比较好一点 那他起码要有 要有林维帆的认真程度吧 对啊 所以我碰到陈维廷 其实林维帆比较 因为我要访问陈维廷 我要跟他说小朋友 林维帆比较沉着 叫他去跟你学一下英文 不林维帆就不错啊 对啊 我觉得他 他们要有国际观 他们那么年轻 把自己的英文学好 然后走一下世界 其实不用急了 因为向他去申请美国的学校 人家会给他奖学金的 你看林维帆 他在第一时间 又决定先去当兵 对 他心里很堵定 那事实上 他跟王定宇 赖清德都有谈过 我说林维帆 对 林维帆他现在 你看他的表情 什么的都有 比较自在 当然不一样 陈维廷家庭的关爱 比较少 那个不同啊 但是这些年轻人 就是我们未来的中流砥柱啊 那等一下我们再来谈 这两个年轻人 好乐 耶鲁大学 如果培养一个陈维廷也不错 哈佛大学 培养一个林飞范也不错 这个也要想读书了 你想读书吗 那个时候 不 那个时候我们就分裂嘛 我也搞过学运啊 那我们那个时候 有一派去读书嘛 比如说我跟范云 林娇龙 还有陈明奇 那李文忠他们就去 就直接投入 从政 对就从政 所以我跟你讲 这个就是重复我们当年的路了 对了 人的十字路口 sliding doors 这个有部电影 就是讲一个人 他有没有搭上一部 地下帖啊 有没有搭上跟 搭上了跟没搭上 两个不同的名义 不一样的路了 对 你看林娇龙这样搞到最后 还是选上市长啊 对不对 虽然有点曲折了 当市长也挺辛苦的 还不如像郭正亮 一天上三个节目 然后上那个骂代极权的节目 等下回来考慰你一下 马上回来 全球快递go 全球快递go 我们刚才讲到陈维廷 跟林飞凡 凡他们很年轻 尤其陈维廷 陈维廷现在要帮秋选支助选 他自己将来 如果要投入政治的话 他可能要先当兵 应该先当完兵 然后再 他意义会一下就到 因为被退学 搞不好到年底之前就被调走了 投票之前就要退 对对对 要啊 当兵对一个人来讲 历练还蛮深刻的 我觉得他还是要先修心 清大社会研究所蛮难读的 说一到说二还要小论文 清大社研所那些老师 我大部分都认识 事实上也有很多人到太阳化当民主老师 你是社会所的吗 我本来社会所为硕士 对啊对啊 吴建民我也非常熟 以前都一起搞运动的 那太阳化他们都是到现场 当老师的 不是那个大普案是清大社会研究所 开始弄的 所以事实上他们已经给陈维廷很多反省的机会跟选择了 那也跟他肯谈了 就说你是不要再去搞选举 你要来上课了 因为读研究所你还是要上课 那是セミナー 对啊不能不上课 你要来做报告 对啊对啊 拜托 那他现在觉得他要先那个 他就说他没有办法离开选举吧 那这个是你的人生选择吗 我觉得是好去好散啊 还好啦 好 那如果是这样 事实上我看过很多西方各国的政治领袖的历史啊 嗯 很多人在这个时候确实在做抉择啊 不一定要读书啦 嗯 你也可以去走你的社会经验的路啦 都可以啊 所以你的意思 像德国总理斯洛德年轻的时候还在街上丢汽油弹 哦对啊 嗯 结果后来还做了总理啊 然后以前的人还这个啊 柯林顿还抽大麻了耶 是嘛 所以我说 柯林顿那是更年轻的时候 陈维庭已经不是很年轻了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 陈维庭他的人生很长 但是在某种程度上 他还要有一个 你还是要有一些策略的规划 啊 像我觉得林飞凡他心就比较定 嗯 像知道他跟王定宇啊 赖清德也谈过 嗯 那他们就觉得说他应该要去求学嘛 对 所以他就决定先去当兵 嗯 那当兵之后他可能会出国先念个硕士吧 嗯 那这个对他 他以后要来推动台湾的改革 一定有帮助的 嗯 嗯 视野会不一样 嗯 好 那所以你给陈维庭的建议也是 心要先安定下来 心要先定下来 然后 嗯 他有点浮躁了 不会因为他历经过上次选举的那个波动啊 可是你不断的在不同的社运里面帮忙 嗯 那累积出什么 对 你也要为自己想嘛 对不对 他他的遭遇 他的背景比较不一样 是因为他真的是无父无母 是啦 我同意啦 林飞凡是有一个幸福的家庭 是我同意啦 我觉得这一点是让我对陈维庭的感受是比较深刻一点 嗯 我们很难想象 你知道我们二十几岁的时候都是有父有母 读的好的学校 跟那个毛泽东一样啊 毛泽东当年一离开就再也没有跟家里的人 那是要跟他爸爸闹烦 他他爸爸那个 我是说他就 从此他都过自己的日子 对啦 对啦 嗯 好 那接下来带继权的这个处理你怎么看呢 带继权我看事情还没结束 嗯 因为带继权这个已经不是波卡的问题了啦 嗯 已经包括第一个在决策过程里面说谎 嗯 那第二个是蓝绿议员都叫你不要卖 嗯 那你还卖 嗯 啊第三个是 那卖了之后居然还有公关卡的部分 嗯 那比以前量要多非常多 所谓公关卡是什么意思啊 不就是送人送人 他是 公关卡比如说你是让印量只有一万五千张吗 对 他的公关卡高达一千七百张 一千七百张是台北市政府的 就他优有卡公司的公关卡 是啊 那他对内部规定说这个公关卡要给谁 有行政上的规定吗 呃 这是董事长跟总经理的职权范围啊 第一个是量太大了 嗯 有一成嘛 嗯 他过去的卡有没有这么多呢 从来没有 有人去调资料 有人去调资料 如果过去的卡没有这么多 那就有点奇怪 那第二个是 每个人总有限量给吧 嗯 那听说有人拿到一百张 啊 一个人拿一百张 那这个就要公布名单哦 干嘛呢 我不知道 那是不是跟你关系特别好呢 嗯 我是听人家讲的啦 我还不能求证啊 那邓家基昨天在叫嘛 说这个公布名单会死人哦 什么意思 就是显然有人拿到五十张 有人拿到 那可能有一些 那昨天还有人在现场讲的难听的话嘛 说有有议员拿了还骂嘛 那是同仲彦说的 我不知道嘛 所以这个要公布名单嘛 那就比如说你可以规定说 哎 哎 拿十张以上的公布一下吧 对啊 你如果拿一两张就算了 对不对 那拿十张以上公布一下吧 因为我知道每一个议员有五张的quota了 对啊 那是你要不要 五组了 哦 那五组了 五套了 五套了 那他们的这个局出首帐有没有呢 据我了解 女生 女生都没有拿了 哦 女议员都没有拿 都没有拿 那可是有人指正立立说科办有人拿 哦 那这个就 那人家拿去做公关啊 你为什么要做公关啊 为什么是拿这个当公关啊 而且你明知道有争议性为什么还拿这个当公关 你说政府官员不应该 呃 科办不应该有人拿 当然是啊 嗯 如果是官船局合理啊 哦 因为 检医院 检医院那个合理啊 嗯 所以 那邓副市长有没有 我不知道嘛 这我不晓得 他不是说公布名单要死人吗 如果邓副市长也有 那不是很好笑 我猜他指的应该是科办跟议员了 哦 我猜了 议员有民进党的男议员 我猜了 我猜了 我相信同中院一定有拿 那同中院还在那边 对 所以今天早上要公布耶 十一点 是真公布吗 十一点 十一点要公布 公布多少张以上的 我不知道 哦 我不知道 哦 嘟嘟嘟嘟嘟 昨天就因为在吵这个事 结果代句全没有被询 没有被询 所以他的被询还没开始 哇谢谢啦